在这冷清的世间 想用文字的温度去触碰笔尖 传递正能量 做一个能够守护王一博这个酷盖少年的小摩托 王一博获得人间铁拳新称号 一句话暴露爱情观 粉丝评论成亮点 在娱乐圈很多明星偶像 不只是因为他们的颜值和演技圈粉 很多时候粉丝喜欢的是他们的品质以及三观 越考古越喜欢越了解 就会知道他们身上一些其他路人看不到的点 会发现即使他们不是十全十美 即使他们有缺点 但是恰恰是因为有这些缺点和优点的存在 有这样真实的一面 才会让我们觉得他们也是一个人 他们也是云云众生中的一个 即使在舞台上光鲜亮丽 即使生活在半透明状态下 可却也仍然是和我们一样平凡普通的人 最新的意义在于是一种心灵和精神上的危机 是在他们的身上拥有着我们所渴望达到的样子 或者是想成为的理想中的自己 在娱乐圈很多明星都着重自律于打造所有的人设 但是人设早晚会有崩塌的一天 只有展现出自身最真实的一面 才能够真正的圈粉固粉 才能够走得更长远 在娱乐圈内有一位这样的年轻演员 他低调不沾眼 认嘴的事情坚持到底 不怕苦不怕累 为自己的爱好坚持数十年 从小一个人到异国他乡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即使走红之后 也仍然保持着自己曾经最真实的模样 清晰明了的知道自己的位置 每一次不同的舞台 不同出现的场合 都能够带给大家经验 成熟稳重 话也很少 不会去争锋 但是该到自己彰显自身魅力的时候 也毫不退说畏惧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样性格的王一博 所以才能够不断的吸引粉丝 很多妈妈粉阿姨粉 会把这种波式的成长和教育 放在自己孩子身上 希望自己家的孩子 也能够长成像王一博这样优秀 甚至很多年轻的粉丝 也经常在妈妈粉和女友粉之间随意切换 这种不是被他舞台上一个简单的舞蹈动作 一个帅气的摩托车身影所圈的粉 而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极致的坚持和自律 是率真 是坦诚 是难能可贵 是不可多得 明明是那样一个高能的人 但是总是能够在各种小细节处 打动人心 总是能够在细节处圈粉 即使话很少 但是该做出的努力和行动 却一点也不会少 王一博之人间铁拳系列 一句话让女嘉宾集体震惊 粉丝 这很搏歌 看似成熟冷漠的一个人 也会有孩子气的一面 也会被他可爱到 保持着心中这份不曾改变的少年感和孩子心 也是大家在他身上看到的 所谓的矛盾的融洽和融合 在外面的任何一个场合 他和不熟悉的人都是属于慢热的 熟悉之后会发现 狮子座的大男孩 其实也是有着自己天真可爱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着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 但是在天天向上这个舞台上 他却展现出来了完全不同的一面 在这里 他有一种回到家一般的轻松的感觉 因为有天妈的偏爱 有哥哥们的宠爱 作为舞台上的老妖 他受到的偏爱 真的可以让他一瞬间回到 他这个年纪应该有的那份轻松自在 不断的被哥哥们Q 镜头也越来越多 虽然不会主动强化 但是也会问出一些自己的疑问 当每次被Q到学习新技能 或者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也都是非常真诚的来回应 在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里面 我们又看到了王一博 人间清醒系列的真实模样 和女嘉宾们互动的时候 万行老师再一次Q到一博 如果未来女朋友撒娇 他会怎么办 前锋和大张伟还在旁边臭热闹 结果酷盖考虑了两秒之后 又是一如既往的博士发言 差不多就得了 女嘉宾们听到之后都集体震惊 粉丝在评论区和弹幕区 打得也是非常的切合时宜 不愧是你 这确实是很博哥 果然是人间铁拳系列 瞬间把你清醒 人间清醒也不过如此 王一博很少和圈内的女孩子接触 这也是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的事 每一次在节目上和女嘉宾互动的时候 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和礼貌 其次和女伴跳舞的时候 也是避开了肢体接触 这份骨子里的教养和修养 也是相当的圈粉 虽然这在很多人看来 是一种甘铁直男的表现 但是对于一些喜欢她的摩托姐姐来说 即使是缺点也是优点 又何况这只是一种性格而已 又怎么能算是缺点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呢 好了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